出什么事了 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买的这个厂子 其实是好几个人看上的 但他们那时候都想要压价 所以谁也没有出手买 后来我们买了 那些人中的周老板 见我们开工 便坐不住了 他做了什么 小慧这个事情 不知道他怎么知道了 窜拖着小慧去上面闹 他就是要闹到我们关厂子整顿 你先回去 我来处理 哥 你不了解 先回去 被陆北辰打断 楚京生乖乖地呕了一声 赶紧走了 对于陆北辰 他有着本能的尊敬跟服从 陆北辰回到公交车站 你先回卢省 回家带着孩子们 把东西都收拾好 我先去京都 我在京都火车站接你们 嘉玲被他这话说得一脸猛 什么 你不跟我回去了 你先回家里收拾 我这边有点事处理 很快就能处理好 我在京都接你们 听话 嘉玲要问问他到底是有什么事了 还没开口陆北辰就已经走了 楚京生见陆北辰一个人来的场礼 赶紧迎了过去 哥 怎么办 杏州的这是要搞垮我们 要不我去揍他一段 陆北辰看着他有些无语 这是岁城 不是京都 楚京生在京都市大院子弟 不简单 自己老爹官没多大 但人脉是有的 自从到了卢省 他才真切体会到 什么都只能靠自己的感觉 那怎么办 难道我们就拿那杏州的 没办法了吗 那个女工呢 现在在哪 没回宿舍 那他家在哪 你知道吗 楚京生有点心虚 他也不知道小慧家在哪 我现在去问 哥你等我一会 不一会 楚京生就回来了 说小慧家就住在这附近 陆北辰带了东西 来到小慧家 你怎么来了 昨天真的谢谢你了 要不是你 我可能就没命了 陆北辰把东西递给他 我能跟你谈谈吗 小慧点点头 你救了我 我还不知道 你叫什么名字呢 你的事情 你自己有责任 况且也没造成 太严重的后果 不要被有心人利用了 家厂长会给你一笔慰问费 让你在家好好休养几天 养好了再去上班 小慧做出一副 很委屈的样子 你还没告诉我 你叫什么名字呢 而且你说的话 我也听不懂 被谁利用啊 陆北辰看着他 直接了当 比如周老板 你怎么知道 看来他真的找过你 那你是怎么打算的 其实我很想继续 在厂子里上班的 可是他们说 这次的事情 是因为我没有按照 安全规范做 厂子肯定会罚款 我哪有钱交罚款 你放心 不会罚你 但你必须得 记住这个教训 以后一定要严格 按照规章制度来 说的跟你是厂长似的 你不也跟我一样 只是个工人 他很不满陆北辰 对他的冷淡 从陆北辰救下他那刻起 都这么难吗 陆北辰一看着 女人不正经的样子 不再跟他多说 转身就走 你别走啊 为什么生气啊 陆北辰看着小慧 语气冷冽 厂长不想这件事闹大 是为你好 毕竟是你自己 不规范操作 如果闹起来 或许周老板能获益 而你以后肯定 连工作都找不到了 你自己好好想想 他说完禁止离开 说我以后连工作都找不到 怎么可能 周老板宁宁说 以后让我去他的厂子里 当车间主任的 你凭什么要帮家令 既然你不想让我抖出去 那我偏要这么做 等你再来求我 他的想法真是天真 陆北辰来也就是确认一下 确定他确实 跟那个周老板有勾结 要害家令 那他就不可能会给他击 回到办公室 哥 怎么样 我要去一趟工商部门 你去把厂子停产的事情 散播出去 就说女工违规操作 险些造成伤亡 另外把我们今天 去维闻过女工的事情 也写进去 还有工人们的培训 啊 我们自己散播出去 哦 责任在那个女工 如果让姓周的散播出去 那他肯定会颠倒黑白 在老百姓心中一旦定位 再想扭转可就难了 还不如他们先来做 等家令牛肉酱厂停产的消息 被很多人熟知之后 陆北辰就陪同工商部门的人 一起来调查 怎么回事 这到底是谁做的 谁让你们这么散播的 我要的是家令的厂子是主子 你们都干了什么 周老板愤怒地盯着他的几个属下 不是我们 我们都在等老板的吩咐 您说过要等您命令的 我们哪敢现在就把消息放出去 周老板脸色一变 不是你们 真的不是 他只是略意思考 便知道这人没说谎 因为他们定的版本不是这样的 老板 真的不是我们 会不会是那个女工 周老板的脸色阴了 去给我把他叫过来 我要问清楚 他要是敢背叛我 看老子怎么收拾他 小慧姐姐听说了外头 关于家令厂子的事情 居然所有责任成了小慧 急忙跑回家把这件事跟小慧说了 小慧听后 脸色发白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我那天就算没正确操作 那也是厂子本来就危险 我差点就死了 他们污蔑我 他姐姐也特别着急 慧慧 来我们家的那个男人跟你说了什么 他就是那厂子里的人吧 肯定是他 你去找他 可是 可是他就是个工人啊 他怎么能跟周老板对抗 对 周老板 我去找周老板 周老板现在是满心愤怒 他本来以为这次他拿捏家令是妥妥的 一旦家令厂子口碑坏了 就会开不下去 那个厂子估计还能比之前卖的更便宜 没想到这件事竟然先被爆出来 而且还把厂子的问题摘得很干净 责任全是女工违规操作 好啊 我真是小看这个女人了 你想多了 对付你还用不着他亲自出手 突然出现的声音让周老板吓了一跳 他猛地抬头 就见一个男人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你 你是什么人 谁让你进来的 陆北辰脚步未停 你到底是什么人 陆北辰在他面前站定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要是在敢欺负贾令 我就让你做太监 来 他张嘴要喊 可是却听陆北辰沉着脸说道 看来你不止想变太监 连你的厂子你都不想要了 老子在岁城发展这么多年 可不是什么外来的人就能欺负的 这人看起来挺厉害 但在岁城 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我知道你在岁城有根基 但我要对付你的话 你肯定招架不住 你的那些手下在我眼里 跟处在玉米地里的玉米干子似的 我随时都能要了你的命 你 你到底是谁 周老板有点心慌 手在办公桌下悄悄摸索 忽然 他猛地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弹簧刀 对着陆北辰就刺了滚 陆北辰 直接就把他踹飞 周老板摔在地上 脸色惨白 此刻他终于明白自己跟这个男人的差距了 你想干什么 你跟那个嘉令是什么关系 你不用知道这么多 嘉令是正经的生意人 若你光明正大跟他在商场上角逐 我不会插手 但你要是敢耍卑利的手段 我会再来找你 他一把把周老板从地上提了起 对着他的脸就是两拳 周老板被揍得鼻青脸肿 如果再有下次 就不是被揍几拳这么简单了 他把周老板丢开 转身看过去 小慧惊恐地揉着嘴巴 他是来找周老板的 可是却万万没想到 居然看到周老板在挨打 更没想到做周老板的近视 就他的那个男人 陆北辰回头对周老板说道 你可要好好地想一想 别再动歪心思 我随时都会来找你 陆北辰离开后 小慧瘫坐在地 周老板 这 他 周老板此时不想跟小慧说什么 都是这个女人 害得他遭受了这样的无望之灾 周老板的手下很快发现了周老板被打 问是不是去报案 周老板沉思了很长时间 随即怒道 报 真当碎城可以随意打人了 好歹在碎城是有头有脸的人 如果被这么个憋三危险了 我以后还怎么换 那个手下要出门时 另一个手下急匆匆地跑进 老板 老板 有报社的人去了加令牛肉酱场 周老板眼睛一亮 小慧激动地拉着那个手下 要上报纸了吗 是不是还需要我出面 我一定会如实地把那个场子的危险 全都跟报社的人说的 到时候那个场子肯定看不下去了 小慧想到周老板答应自己的 他以后就是车间主任 谁还敢对他15喝6的 以后车间他最大 只有他训别人的份 所有人都觉得报社去了加令的厂 报道的肯定是这次差点出了人命的事故 一个新厂出了这样的事 老百姓肯定也都不愿意买他们厂子的东西了 然而周老板手下一脸郁闷地对周老板说道 不是的 报社采访说 加令的厂子管理制度完善 为了工人安全宁愿停工 是真的把工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 还说希望其他企业能向他们学习 就这么接过去了 没人去深查事故的事吗 那手下苦着脸 工商部门去了 但也是表扬 还说他们那种企业管理的绩效制度非常好 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绩效 但打听到的消息就是 说他们厂子的管理是值得其他企业借鉴 叶明准备去报案的手下看着自己老板 不知道自己现在是该走 还是在等等 小慧气愤的嘟让 他的厂子差点出了人命 居然什么事都没有 没人管吗 我去 我现在就去找报社的人 我要好好把事故的事情说清楚 周老板走过去对着小慧就是一巴 不管你去做什么 都跟老子没关系 你要是再敢扯上老子 老子不会放过你 小慧委屈的大喊 周老板 当初林林是你 你住口 那是因为我不知道 那个家里有这么大的能量 我们之前说的事情做罢 你以后少来找我 你做什么也跟我没关系 小慧急了 走到他身边 那我什么时候去你厂子上班 你让我去哪个车间做主任 周老板跟看傻子似的看着小慧 你脑子有病吧 你有什么能力能当车间主任 老子随口一句话 你还当真了 你 小慧抓着他 你骗我 你耍我 你没想让我去当车间主任